近日记早前被拍到独自神情落寞吃烤串 贾乃亮最近被拍到出现在新剧推手的拍摄现场 最近全国降温天寒地冻 在郊区赶拍新去的贾乃亮丝毫不得停歇 家庭风波最厉害的那几天他也是在剧组度过 休息间隙瑟瑟寒风中贾乃亮被工作人员簇拥 裹着厚厚的毛毯走回自己的房车 面无表情看着也觉得很冷 另一边李小路和妈妈现身北京机场 李小路身穿天蓝色羽绒服头戴白色棒球帽和口罩 包裹严实一路今晚妈妈低调前行 演员李小路名以为全系列案件近日再次立案 自2018年2月1日本律师事务所受托 将三名涉嫌严重侮辱 诽谤李小路女士的网络用户诉至人民法院以来 仍有部分网络用户待遇删册已发布的相关侮辱诽谤言论 针对待遇停止侵权者 本律师事务所将继续代理李小路女士依法取证 最大程度维护李小路女士作为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